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新疆警察檔案 這個是中國侵犯人權 以及涉及種族滅絕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證據 我們來看看 根據新疆警察檔案的內容 中國新疆省維吾爾自治區 最西部的舒富縣 光是二零一八年就有百分之十二的 成年人遭中國關押 三十五歲的新疆維族人 伊斯梅爾就被前往敏感國家 為由遭逮捕 二五十歲的女性哈瓦古爾 根本就沒有說明被逮捕的理由 遭拘禁的年紀最小僅十五歲 最年長已七十三歲 文靜中甚至指出 習近平下令擴大拘禁設施 而前維吾爾自治區書記 陳全國跟下令直接射殺企圖淘寶者 這份名為新疆警察檔案的文件 由駭客入侵新疆警察的電腦而外洩 今年初由英國BBC取得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訪問 二十四號有十四家國際中央媒體 以及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聯合發布 當中發現超過五千張 在二零一八年一到七月間 由警方所拍攝的維族民眾照片 經過其他資料佐證 至少有兩千八百八十四人 最終被拘禁 這次截至目前為止 中國在新疆地區涉及迫害維族等少數穆斯林民族 最具體的結證 歐洲議會對中關機代表團二十四號呼籲歐盟 對中國進行新的制裁 德國外長二十四號跟中國外長王毅 舉行視訊通話 也當場要求北京澄清新疆人權真相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士萊 正在中國進行六天訪問 也是聯合國人權機構 兩千零五年後再次踏上中國土地 巴士萊23號跟王毅見面 二十四號造訪新疆 而新疆警察檔案的披露 也讓巴士萊這趟新疆之行備受關注 儘管中國官方歡迎各方前往新疆視察 但巴士萊死刑 中央稱因為疫情 所以採完全封閉的方式 對此中國官方也提出一套說法 中國外交部犯人望文明強調新疆警察檔案是反中勢力刻意拼湊成的素材 並指控媒體造謠說謊 外界擔心巴士萊來此行 不但無法揭發新疆人權黑幕 恐怕會成為替中國人權洗白與備數之旅 介紹兩位來賓 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的理事長何曹棟 何律師你好 主持人好 非常謝謝何律師 再來歡迎是臺灣守護民主平臺的理事 宋承恩 宋老師 清聰好 大家好 先請教一下何律師長 何律師 新疆警察檔案 為何將是整個所謂的再教育營 或者是重刑監獄 甚至有些人批判的這個叫做中國的集中營的鐵證 為什麼 為什麼這份資料這麼重要 應該這樣講 這份資料 主要他當然他有很多 之前我們懷疑的 那他現在有一些書面的資料出來 那當然他提到的也有照片 我想這個照片是很重要的 之前的文件 我記得在那個去年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有個維吾爾法庭 二零二一一年十二月九號 他們有公布做一個判決 就認定中國在東突厥斯坦 也就是所謂的新疆犯下 那個種族滅絕罪 那其中就有一份三百六十多頁的文件 他有提到說 就是二零一四年中辦二十一起 已經直指習近平 就是這個中國在東突厥斯坦 構成這個種族滅絕的主要的指導者 那這個維吾爾法庭也認定 習近平要負最大的主要的責任 也就是這份文件 其實可以證實包括整個 他們所謂的再教育營 是 長什麼樣子 用什麼樣的理由 關押什麼樣的人 是 關得進去 要如何去對待 甚至下令說 如果你反抗呢 就可以直接擊斃 這全部習近平都知情 是 這個其實以前 我們都是處於懷疑的階段 因為我想說這個這麼細部的東西 那學者也好 或者是國會也好 一些行政部門 他們雖然也是認定 中國在東突厥斯坦 也就是新疆 構成種族滅絕 那其實具體的資料 不能說沒有 是 因為從去年的這個維吾爾法庭 經過審理 他們有相當多的證人 還有書面的文件 超過一萬頁的文件 也是說明就是說 在維吾爾法庭也認定說 中國構成這個種族滅絕 那習近平要負責任 那當然這份文件 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所謂新疆警察檔案 那也經過十幾個國際媒體的認定 說這個確實是真實的 是 那我想就是更直接更有力的 證明了中國在東突厥斯坦 構成這個種族滅絕 那主要負責人是誰 這也很清楚 瞭解 不過宋老師我要請教你 不過我們先來補充一下 剛剛律師所說的這些 什麼叫做新疆警察檔案 請導播讓我看一下 那個我的電腦 新疆警察檔案 其實是內部流出 也有人講說是 駭客駭進去的 那總之呢 不曉得他的那個什麼動機 但是是被經過很多媒體所核實的 特別是BBC呢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 那我們來看看 他的關鍵在哪裡呢 超過五千個人的資料 都在這裡面 有照片 有編號 有關的地點 有關的理由 那我們來看看 他其實這邊呢 那個feater有那個說 你可以按什麼樣的排序 那我就按最年輕的 這個所謂的被關的人 來排序 我們來看看這個女孩子 樂一來吳馬爾 十二零一八年 被關的時候是十五歲 然後呢 關在這個那個工業層裡面 那他的狀態是說 必須要接受再教育 那他為什麼被關呢 這個我其實搞半天 我查不到 叫做integrate push staff 整合性的或是一體的 推動的那個成員或員工 每天我都看不見 合票我就看不見了 我說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我再查了一下 原來呢 中國在新疆呢 布了天羅帝王 監視器 人臉辯識 銀行刷卡記錄 信用卡刷卡記錄 你去買這些所謂的那個交通的 買票任何的東西呢 這個叫做一體化的 這個作戰體系 那我透過監視器 覺得說你這人怪怪喔 你才會去青春室 踢這個金 你就變成叫做 所謂的一體化的推動人員 把你推進去集中營 推進去再教育 這個是這個十五歲的小妹妹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呢 看起來可愛可愛 可愛可愛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不曉得也是十五歲 那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個 這一個人可能就更冤枉了一點 他也是被一體化推送的 就是被監視器拍到說 這個人感覺怪怪 或長得怪怪的 還有一個理由 叫做什麼 他的爸爸媽媽 或是他的家人 被關了 被關在再教育營 所以他也要被關 對於一個法治民主國家 真的無法想像 他的爸爸媽媽 因為什麼樣的理由 被關進去再教育營 所以他也要被關 天底下有這件事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年輕的 那我們來看看老的 他做什麼事呢 我們也可以從老的來排序 譬如說 這個是七十三歲的阿嬤 看起來身體健康 看起來也不是很好 他被關的時候是七十三歲 現在就是七十七歲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阿嬤做了什麼事 這個阿嬤呢 第一個 他回頭看收押人員 我說這是什麼理由 你把親一下就不行了 就要關起來 當然這不是主要理由 主要理由是什麼呢 他跟他的先生 讓他的兒子跟女兒 去讀經 他讓他的兒子跟女兒去讀經 他就犯了罪 他就必須被關 被關呢 中國都說 我們不是監獄喔 我們這個叫做學校 哪一間學校會這樣子對待學生 拿著衝鋒步槍 然後呢 如果你不聽話 裡面是拿著長棍 井棍 再歐打你 不過我強調 這個是那個drill 就是那個 這個是演習的畫面 然後真正打下去 他也不會給你拍得到 我還是請教 你如何看待這份文件 好 信聰剛剛的跟我們說明的 就是說 這份文件 有人的樣貌 那真跟過去的中共的樣板 非常不一樣 我想洪秀柱也在那邊 他說一切都很和樂 族群都很和樂 然後我們看到 BBC的記者拍的那個訊息 他是這樣一排一排的椅子 然後在那邊跳 他的民俗這個就是樣板 今天這個我們這個profile 公安文件給了我們真正人的樣貌 為什麼呢 他還經過失蹤人口比對 他有去找他們的親屬 他們親屬有去流亡 在其他國家 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下落 因為下落不明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什麼時候被關了 然後是這樣子進去 關進去 而且這次的文件 是經過鑑定的 那麼經過專家的這個鑑定 是認識真實性 然後並且經過失蹤人口比對 還有就是他是內部文件 因此他對於 剛剛何律師所說的 那個指揮系統 講得非常清楚 比如說這個公安部長 趙克之二零一八年 去那邊講話 他一開頭就講說 我這次來是習近平總書記 還有李克強總理所批准的 那麼我們過去都知道說 只知道說習近平有官方聲明 說要發動人民反恐戰爭 所以現在表面上的理由是說 去除極端主義 那麼因此剛剛這些官的人 就是因為他們是誰 而不是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通常我們會批評 比如說好了 這個反美的人 是最喜歡批評美國 這次的可以相對於 這個美國光湯弄 光湯弄貝 那麼同樣也是內部爆料者 但是那邊官的人都是 至少是涉嫌恐怖主義的人 不會從七十三歲 官到十五歲 那麼從七十三歲 官到十五歲 就是因為他是維吾爾人 那他有可能有一些聯繫 是因為他是誰 是因為他的族裔 不是因為他做什麼事而被關 那麼而且這一次 有很多官方文件可以指出 那個指揮的系統 所以過去指示說 要消滅癌細胞 那麼這次我們看到文件 就是說這個保證要容量大增 這個集中營 再教育營容量要增 然後絕對要確保 他絕對的安全 我們也看到他給士兵的指示 就真槍實彈的這個守衛 然後說給他指示說 如果試圖逃跑 就可以當場擊斃 那麼這些都是抵賴不掉的事情 因為他就是內部的規則 那就是說 這個是指揮系統說 士兵就是必須要服總 他除了是文件 還是有長官 他們的書記 直接說你就是把他殺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 同樣是這一份文件 我們來看看 剛剛我就說找好久 什麼叫做一體化的推動 這個就是一體化推動 他在應該是所有的 那個清真室裡面 都裝一個攝像頭 我們叫監視器 這個人怪怪 這個人特別虔誠 他覺得就是有問題 這個是他們監視的 這些情形 那我們再來看看 他也列得很荒謬的 這些通通都是很嚴厲的 違競品 你只要敢做這個 全部就一律沒收 那就是違紀 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如果念經文 你這個應該就是 那個拜殿 就是我們祈禱 祈禱的時候 整個這個墊子 然後呢 包括那個 他們的念珠 這個念珠 這也有違競品 包括說 他的那個長袍 他的頭巾 這就是再平常 不過的 這些所謂的宗教 意味的東西 通通都是視為違競品 好那就是算了 我們再來看看 他裡面呢 有很多關鍵的文件 書記怎麼講 當你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處理 我們其中找一份文件呢 這個叫做 如果在在教育營裡面 上課期間 這些學生們鬧事的話 怎麼辦 學生貌勢 你要怎麼辦呢 你就叫他不要鬧嘛 他不聽話 你就記他過嘛 那了不起體罰嘛 但這邊怎麼說呢 如果學生不聽告 然後呢 你這些帶槍的民警 可以名槍示警 如果他還不聽 還要繼續鬧 甚至想跑 或者想跟你搶槍 立即隔壁 這是哪門子對待學生的看法 但我還是請教一下何律師 這份文件出來之後 當然呢 在意人權的國家 應該包括臺灣 對於非常華然 可是之後呢 我們現在包括國際上 採取了什麼動作 國際上 我想其實在這個文件上 還沒有 這文件還沒有揭發出來之前 是美國在去年的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號 就有一個通過一個防止 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案 那在今年 也就是下個月 六月二十一號會生效 也就是說你只要你要進口到美國的東西 如果跟新疆有關 比如說是在那裡開採的 或者是在那裡組裝的 或者是怎麼樣 你進來我們就一律 把你認為你是強迫勞動的產品 那你必須要舉證證明說你這個不是沒有強迫勞動 你才可以進入我美國 所以這個美國這個在下個月生效 六月二十一號生效的這個防止 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案 這個是非常效力非常重重的 而且我們行政院的經貿辦公室 特別在四月二十六號有舉辦一個就是說 跟國內的企業這些他有一個指引出來 就是說提醒大家要注意 是 這個下個月要生效的強迫維吾爾人 是 是 我們最起碼 所謂的新疆棉不要買 最起碼新疆相關的產品 我們就拒絕購買 最起碼我們要呼籲說 包括我們要更加在意 發生在新疆或東突 覺得斯坦是這樣子一個人權 破壞的行為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一份警方的檔案 這是第一次大規模內部文件曝光 所謂的在教運營裡面 哪部到底長什麼樣子 如果是學校 你怎麼會期待學校的 這些管理人員變成 所謂的那個鎮暴部隊 甚至還拿著突擊步槍 狙擊槍 那他們的黨委書記 陳全國是說 如果你拒捕的話 就把他當成所謂的暴恐分子 就地擊殺 殺了再報告就好了 那公安部長趙克志 也說至少兩百萬個人感染了極端思想 必須要關押兩百萬個人 這是習近平所指示的 而多數被監禁的人 他可能只是信仰阿拉 信仰伊斯蘭 是穆斯林 就留個鬍子 理所當然 但是要關多久 十六年 不抽菸 不喝酒也不行 這也要被關 笑死人 還有不抽菸 不喝酒也要被關的 關了之後呢 要關多久 是他認定的 不是有一個法定刑期的 那不承認中共的意識形態 不信黨也要被關 我請教那個宋老師之前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再教育營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中國近年來在新疆設置了再教育營 並關押大量的維吾爾人 中國政府宣稱是為了防止恐怖主義蔓延 減少極端思想 並提供當地人職業培訓 流出的內部文件顯示 在教育營當中 學員的活動被嚴格限制 也不許和外界接觸 除了逼迫維吾爾人放棄伊斯蘭信仰 也重新灌輸終於國家和共產黨的想法 對於在教育營壓迫維吾爾人的指控 中國官方延遲否認 宣稱這些措施減少恐怖主義活動 並提高了新疆人民的幸福程度 我們採取了嚴厲的打擊恐怖勢力的這些措施 可以說是一種反恐的戰爭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以前力度要加大了 肯定會相對來講 某一個時期被依法判刑的人數會有所增長 不過有安全專家認為 新疆再教育營強迫少數民族 放棄語言和宗教 不只違反人權 更是一種文化滅絕 記者綜合報導 兩個問題請教宋老師 這是否構成了國際法中的種族滅絕罪 第二個是說不管是或不是 國際有力量制止或者是制裁中國嗎 好的 我先講一下 其實有幾個方面 一個是個人的刑責問題 其他有兩部分 一個是違反人類罪 另外是種族滅絕罪 另外就是其他的國際制裁 其實有針對企業的制裁 反而是力量比較大 我先講企業制裁的部分 那麼其實以美國來講 當然還有英國 加拿大 歐洲等國 通通都採取同步的制裁 那麼以美國來講 是針對商務部 商務部對於企業 就是說要斷絕 他的供應鏈中間的新疆成分 他不論是強迫勞動 或違反人權的成分 我舉一個例子 像有一個企業叫南非歐飛光 那他就是用了新疆強迫勞動 那他是蘋果的鏡頭的供應商 那麼這件事情曝露出來 經過制裁之後 蘋果跟他斷鏈 你就說這個人 就不能夠進入蘋果的供應鏈去了 然後包括被制裁的人 包括海康衛視 就是他大規模做這個監視器的 那麼現在也被認為說 不但是侵犯隱私 還有侵犯新疆人權 所以各國就拒絕 採用他的這個產品 另外還有被制裁的 其實有非常特殊 在新疆情況 公安廳也被制裁 包括公安部法醫研究所被制裁 所以美國發現人的頭髮進口 那麼發現是維族的 那麼禁止進口 所以不管是商品的 或是供應鏈的 其實企業是有一定的非常大的效力 比如說德國 德國這一次包括外長 包括經濟能源部長都出來講話 那麼他說 如果德國的企業想要對外投資 如果侵害到人權的話 他們會勸阻他們 並且收回政府的補貼 也就是說德企如果想要到中國投資 跟新疆有關的 變成說德國現在開始採取說反對你的立場 至少我公部門資金不進去 然後他也在分散市場 所以你如果對照烏克蘭的情形 德國開始有人權意識 開始對俄國有警覺的時候 他開始政策改變 這就是民主國家 所以真相曝露之後 民意會推動政府 那麼政府會採取一些措施 會在這個供應鏈上面 跟這些違反人權的切乾淨 那我們來講一下宗教的 講一下這個兩個罪行 第一個法國的議會 其實通過大規模監禁這件事情 本身的違反人類罪 因為他這次很清楚 就是揭穿了謊言 說是增加他的職業技能 教育或他自願的 現在全部都推翻 就他就是被被關押的 大規模關押 無限期關押 是有這麼大的 想討就隔壁 對 本身就是違反人類罪 那至於這個種族滅絕 這稍微複雜一點 這件事情沒有牽涉種族屠殺 但是是針對特定種族 是 那麼因此我們必須要瞭解 在國際上種族滅絕 其實不一定是要大屠殺 他如果是讓這個種族的基因 有侵害混淆 或者是說他讓這個種族的後代 沒有辦法延續 比如說大規模關押兒童 將兒童跟他自己的社群分離 或是說毀滅他的文化 毀滅他宗教跟語言 或是說絕育 像這次就是過去有 就是不但 不是關押營的問題是 公安派人進入維族人的家庭 強迫就住進去 去監視 或者是我們懷疑說 有可能有性侵的行為 像這些都是國際上認為說 有可能已經構成了種族滅絕 所以不管是維吾爾法庭 或是這個NGO 國際的這個公民組織 都有去究責的部分 那麼因此這一次呢 如果說這個直接到上 到這個最高層 就是習近平下令 習近平知情 習近平指揮國家系統 有系統來做這樣的事情 而這樣事情有牽涉到違反 種族滅絕罪的情形 可能可以追究到中共的最高層 是 是 不過何醫師我也要請教你 包括臺灣在內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或者是我所知道 好像聯合國的人權委會 也正要去那個新疆 去做一些人權的調查 不過美國可能覺得說 這個到底有用沒用 或者說他是不是真的很願意 中國願不願意打開門 讓人家調查 這都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臺灣可以做什麼 當然 我們一向標榜是人權立國 那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沒有錯 政治方面的 不管是 我們不要說口號 就是說我們聲援 維吾爾也好 不管是政府單位 從最高層 小英總統也好 行政院長也好 到我們MGO團裡都是 那我們也有一些分稱在各地的 一些指引 法 辦法之類 但是實際上 我們是缺乏一套法規 是 對 因為就像美國 他下個月要生 那個 那個生效的 防止維吾爾人 強迫勞動法 是 這個法案的效率是非常有利的 那其實這個就我瞭解 臺灣勞共 臺灣勞共陣線 也曾經有提出一個建議 就是說所謂剛剛宋老師講的 那個供應鏈的責任法 就類似德國 類似歐洲那些國家 就是我們企業要有責任 是 那就是要涉及強迫勞動 涉及這些非法的 這些產品也好 我們企業要有責任 是 那但是你沒有一個法律出來 一個條例出來 你沒辦法去 要求他去履行 那我覺得如果在立法方面 我們應該是做這方面的努力 是 是 我想這個是比較具體 政府要持續的關心譴責 企業要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對 人民要逼迫 政府跟企業去履行他們的責任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也許我們提醒一下 這些所謂的關鍵文件 其實原始文件都是中文 是 大概所謂的華人 現在因為香港也都被他搞走了 只剩下臺灣 可以完完全全 清楚說這些中文在寫什麼 我們的責任就是讓更多人 更多人知道 中共在新疆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知識就是力量 或是真相就帶有力量 那麼不管是從聯合國或是各國 其實都有一些死角 那聯合國高專是進去是被摸頭 還是說他真的有權利去看 所以我們要去公民社會 要請監督這些人